再来看一下张岚 张岚最近又火了 怎么个火法呢 网友把他骂翻了 因为他一句话来听看看 现在招一些就是有学历的 高学历的 原来总是想带一些 所谓的小野孩吧 但是还是不行 他确实他的心态 会随着这个企业的发展而膨胀 就是说不管你法务多么健全 你的人力资源多么健全 你制度多么健全 但是如果有一块肉 就会坏了一锅汤 是吧 好了想这番话 好像他是个受害者 怎么回事 因为他现在又上热搜 实际上张岚关火什么事 但是因为他讲了这个 上了热搜以后 我也很好奇 讲人家野小孩 而且他说他不想要再招 那些低学历的 那当然网友就跳出来了 就说你这个老板更野 人家是野小孩 你是野老板 我讲一下最近 他几个员工陆续离职 孟贺 菲菲 文文 漫漫 尤其是孟贺讲什么 他说这个母子俩 就张岚跟汪小飞 对员工没有好脸色 不会啊 我们在荧幕上面看他 也喜欢喝绿茶 对不对 展示一些手表 看起来而且笑脸 在直播间的时候 好像跟旁边的主持人互动也不错 一转就开始骂 毫不留颜面的这种骂法 然后你看他刚才不是讲什么学历的问题 结果上热搜 这个网友跳出来 那你什么学历 当然我也很关注 我就上网去搜了一下 什么学历 人家还有留学加拿大 然后汪小飞还是加拿大的MBA 所以这就不好说了 但是问题是 这样的一个讲法 实际上很多的问题 为什么 包括他在直播间 我举个 比如说 这个菲菲他就讲 他说实际上 一般你说的加班量 我们都可以理解 因为大家都说他们冠小孩 自己也讲这些野小孩 加班量其实是原本讲的 两倍到三倍 两倍到三倍 好 那没关系 那你会有很好的收入 你就可以有佣金 他们说都没拿到 这我们所谓的提成没拿到 好 然后再讲 因为包括 这个曼曼 他其中一个 如果常看直播间有一个 他还没进来的时候 一个很漂亮的女生不是还在那边帮他主持吗 照道理这个应该是最挺他的 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过什么 可是他们就说什么他挖脚啊什么 你知道 张兰跑去他的 就跑去跟他留言说 哎呀你这么有心机啊 以后你生出来的小孩也会很有心机啊 你扯人家的小孩干嘛 人家也还没生 我知道 因为他跟他的小孩是这样嘛 所以他觉得别人应该也是这样 会不会是这样 好 另外一个 在直播间的时候 一个叫稳文的嘛 你知道吗 直接讲说 他就不舒服突然跑出去嘛 你知道张兰怎么讲 你干嘛 他说我那个来不舒服嘛 怎么样 我是养员工还是在养祖宗啊 大陆人骂人是蛮厉害的 不是骂孙子就是大爷 不然就是祖宗嘛 讲话真的实在是很磕磕 千万不要学啊 这个不好啊 现在我们也看到了 当然我们讲的 嚣张没有落魄的酒嘛 对不对 他现在纽约的这个豪华公寓啊 在曼哈顿中城啊 当时花一千年 二十五万美金买入啊 这现在近拍啊 那起标价七百万美金 没有人要拍啊 我觉得如果是我 我也不想买啊 我买你们这些人的这个干嘛 但是目前看起来 债务已经出问题了 那实际上啊 我们从这个事件啊 因为张兰他就搞直播嘛 然后他底下的这些 他们这个group 大家都在搞直播 大家也会很好奇吗 这个直播啊 我们所谓的电商主播啦 不是记者那种新闻台的主播 收入好像很好 过去带货啊 好像真的年收入 可以到上千万人民币 但是现在据说 目前急剧的下滑 好一点的可能只剩下百万人民币 对 当然还是很多 因为很多网友说 我一年都不到三万 你既然百万掉这么多 还有这么多 但是实际上也有人在讲 所以他们的薪水少了十分之一 少非常的多 也代表整个市场的结构跟氛围 已经产生了那么大的转变 直播里面有个东西叫donate 这个最清楚 他常常要donate人家 这个被他太太发现 他到时候又要怪我了 这个donate一个状况是什么 就是有一个太太 在街上拿棍棒揍她老公 然后同时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女生也在旁边 大家才惊觉那个是抖音里面的一个女主播 那为什么他太太这么生气呢 因为他自己觉得他省吃俭用 然后他先生连花一块钱在小孩身上都舍不得 既然donate就大家讲有抖就有donate 就抖了7万块人民币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看了也很新良 就是这种电商的 为什么之前讲主播的收入 电商主播的收入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来源 除了直播带货就是donate 那你知道有这个兄弟啊 父母亲离世留了一笔遺产 结果他们把这些钱花在哪里啊 既然花在donate上面 比如说刷烟花 刷保时捷 刷钻石 当然都是虚拟的 不是真的刷 但金额都很高 狂刷 狂刷 然后就说哥哥你抖内刷起来 大家耐一下刷刷刷 一个月50万40万这样刷 一年刷了快160万人民币 那个钱哪来的 遗产刷光光 这个其实很变态的 这个我觉得这种现象也是很诡异啊 好 这是中国内部的状况 就算表 是施撚的 机关吗 就算表 Yeah 我是假宏的 你说今天不是 z贵吗 我是假 UI的 不是 一个 sovereign точ的